Hello 大家好 莎姐 最近莎姐都很忙 因為可能去哈爾濱我還有些東西要準備 加上新工 大家知道莎姐做會的 對於接手別人的事 很多時候我都會發覺別人做得一般 為什麼會這樣呢 想來想去都想不到 明明她說的表格是今年清掉的 但誰知道她說去年給的訂金 我抄完去年那個月 都不要說那一天 我那個月的銀行月結單都看不到這條數 要等老闆回來看看怎麼搞 所以煩的 但還好那些同事比較算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我想有兩樣東西可以看到 如果那裡的同事是做得很久的 相對那間公司是沒有那麼複雜的 而且現在請人 同事都不會對新人怎樣的 畢竟如果走一個經驗路 就是真的走一個人 所以 相對現在因為缺人 大家都不會批評別人那麼多 如果你的行業是缺人 今天都很失敗 其實我今天要回朱寶行那邊 但因為昨晚失眠 因為某些事我昨晚失眠 忘記了今天星期三 所以十點多的時候 醒了的時候 我明明有搞鬧鐘七點鐘 但我已經忘記了鬧鐘 為什麼會響 所以真的自然醒了十點多 然後看一看Whatsapp 朱寶行那邊問我 你身體沒事 我立刻說不好意思 我真的忘記了 幸好他們都很好 說最重要是人沒有食物 今天天氣冷 其實理論上 他說今天比昨天冷 但實質上 我這邊 我不敢說其他地方 但我這邊是差不多最冷 就是差不多香港少數 動得想喝的地方 其實我這邊是比昨天暖暖的 因為昨天就有下雨 風大 所以昨天冷很多 今天變相互暖很多 因為風沒那麼強 還有沒有下雨 所以差很遠 有些人說六度 如果六度加上山頂 應該三度左右 但都OK 因為現在香港突然間冷 變相和我將會去哈爾濱的距離不太遠 因為我看過天氣報告 天氣預測 如果我農曆新年的時候去哈爾濱 大概是-5度到十多度 不會-20度 不會-30度 如果沒有特別大的突發性 應該是-5至10多度 和現在幾度 就差不太遠 我今天也嘗試一下 穿哈爾濱的褲鎬 外面仍是穿 ish 純粹就是打底輕 sync 另外一件這樣的 platform 有少許融的 不厚 大家又看到的 這個位置所有不少 少許的 少許 少許的勇 接著就是這件外套 這件外套真的很划算 這是隔面外套 戴160多元 好像去年還是前年買的 很划算 很划算 160多元 今天拖著這樣就已經出門了 在地鐵是直接出汗了 腳那方面就是這條 這條勒緊貼身褲 這麼厚的勇 這件也值得玩的 50元人仔 但今天穿了出去之後 你問我 她說可以負十多二十度 我又不覺得會 但今天只有幾度這樣穿出去 不覺得腳很熱 亦都不覺得冷 一般這樣 你又不會覺得有涼風 滲腳這件事有沒有 但你說 理論上負十五度 你這樣穿應該會熱的 那又沒有很熱的 所以現在穿OK的 所以會考量 買多一條衝鋒褲 不戴任何衝鋒褲 即裏面那個勇可以拆開的衝鋒褲 看看到時在哈爾濱 然後看看要不要那個勇 因為今天有少少不同 就是我沒有穿雪鞋 所以我的腳是會冷一些的 也沒有穿口褲 所以如果到時穿口褲 相對這個package就會比較厲害 還有我沒有貼戀包在身上 加上到時我是有羽絨的 最大的問題是 那個羽絨真是我 我契妹的羽絨 他們真是東北的 一定很夠口 加上他高我大半個頭以上 你想想 如果他過失的話 我基本上是九分 如果是中褲的 我基本上是長褲 所以基本上 這些褲都OK的 所以有一點不好意思 比較矮 今天就看通電視 通電視說了一句很有趣的說話 他說有一個美國脫口鬚 人拿錯稿 他是抹黑中國的 他拿錯稿 後來才發現那些數字是美國的 然後他才說抱歉 這個其實是在說美國的 然後他說 那都是資料人員錯 但是他是抹黑中國 然後他就真真正正 很嚴肅地說中國怎樣怎樣 然後他說 每一年 那些小數民族的那些人 每一年中國都監禁了 二百萬小數民族的人 我真的 這個 你用個腦 你知不知我差點 我差點想噴 你明白嗎 好幸好沒有喝東西 因為大家知道 莎姐對數字很敏感 二百萬 我每一年 你說的人權狀況 是說了起碼十幾年 新疆人權狀況 起碼十年八載 你二百萬一年 你差不多 混了二千萬人 你沒事吧 你想想新疆人 分一分鐘都沒有那麼多 你就算真的有新疆人 有二千萬人也好 你差不多拿去吧 你新疆現在在那裏 這麼多的人 是什麼來的 即是我們那些漢族人 扮新疆的 是不是 還是告訴我 那些新疆那些人 其實不是人來的 是鬼來的 還有你想一想 你監禁二百萬 你哪裏找這麼大的監獄 你雖然每個地方都有監獄 但是你怎麼塞到下去 大佬 你要想一想 你因為你現在塞的話 你不是說 你一次過塞二百萬 你是每年二百萬 你哪裏找這麼多地方來塞它 還有突然間 每年不見二百萬人 你沒有病 突然間在市面流通的人 突然間少了二百萬 每年 你又要知道 小眾民族是集中在某幾個地方 那你突然間不見了二百萬人 你那裏不變死神 你作得很小聲 你每年二十萬人 我都覺得誇張的 雖然是抹黑 但是 大家知道 不可能 但是二十萬人 還有些蠢 不太相信 但是你說二百萬人 真是相信那個 真是 如果真是相信的話 我真是很覺得 其實他們是不是吃得 核輻射的東西多了 這個腦子已經生了癌 你想一下 香港只有七百五十萬 你不見了二百萬 那你覺得 香港會怎麼樣 突然間不見二百萬人 不見了三分一人口 你會怎麼樣 還有你要搞清楚 你說的每年監二百萬 二百萬是成年人 因為小朋友寶寶 你怎麼監禁他呢 你監禁不了的嘛 我算 十歲樓下那些不監禁 十歲樓上就監禁 你也找不到二百萬 不要說十八歲樓下那些不監禁 你要搞清楚 你監禁二百萬是成年人 你哪裡找這麼多成年人 你不要說是小數民族 你就算是全中國 包括我們漢族 你都找不到這麼多人監禁 找不到這麼大的地方監禁 每年二百萬 你沒有病啊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你真的看到 你做新聞 你做得似層層一點 是呀 你資料源出錯 你資料給你的資料是這樣 但是你都用個腦袋想一想 你是不是看一看稿 你才再讀一讀 你是不是應該在上鏡之前 看一看稿得不行 然後跟人夾完才說 很肯定這些就是不專業 不是怎麼會就這樣拿著來說 都可以由美國說到變成中國的 所以 唉 你真是不知道美國可以衰到怎樣 另外一件事 我自己今天有聽Simon 他說內地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有些 詐騙集團 或者是應該這樣說 有些公司 電影業公司 就開一些talkshow 就叫人來去投資這部電影 又說這部電影是有 郭富城 楊千華主演的 是不會輸的 又說到時候上影之後 可以賺三到五倍 之後發覺沒有啊 我真的給了錢去投資 有合約輸 但是到最後是分不了錢 拿不回自己的錢 於是去告上法庭 那法庭呢 因為是從民事那樣 那法庭就有些判決 就說 這個合約就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你作為一個成年人 你應該可以看清楚合約 就是法庭覺得他自己要負責任 後來 那些省政府啊 還是那些聯合了 就說 覺得有詐騙可能 就要求人家給多些資料 就可能會 告這間公司 那樣 或者是 真是 執行他們 就是叫做懲罰他們 在這件事 你說法官是不是壞呢 不是 這個真是 你要搞清楚 你從民事 他的合約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但是是你蠢 為什麼說合約沒有問題 賺到之後 然後分錢給你 是說賺到之後 就是等於 他說 實在不會虧 他沒有說那套戲不虧 是不會輸 他只是說 他一定可以出到街 那套片是一定出到街 所以 是不會有事 那套片結果真的出到街 不是那套片不出街 那套片真的出街 但是問題是 虧錢嘛 那什麼時候可以給你 等於 這個其實有少少像 像保險一樣 他告訴你 每年可以賺到5% 他沒有保證你賺5% 他整個人壽保險那個 就整一個 計算 每年如果7% 你最後65歲可以拿到多少錢 然後他跟你說 歷年都可以做到5% 或者6% 歷年什麼不代表你 入場的時候做到 你說之前都做到5-6% 之前是什麼時候呢 在我們 全世界起飛的時候做到5-6% 還是金融風暴的時候 你都做到5-6%賺錢呢 更何況你說 他在虧錢 難聽說句這些數 莎姐很熟 你 好像很壞 其實 為什麼 影藝的業務 其實他們是不會侵外人玩的 當然 Simon那時候就說 他有這麼好數 他為什麼要跟你分 這個是事實來的 這個經常都說 有數我自己立了 不用跟你分 第二 就是說 因為裡面有太多股滑數 你越多人入場的話 你洩露秘密的封箭是越大的 所以他來來去去都是那些人 他玩開那些人就是那些人 因為那些人本身就已經死了 所以他們是不會出賣大價 那你便看一看 那你便看一看 我不是想說是無用 但是 10萬 9千元 那你便看一看 你知道 郭富城的片集 只是郭富城的片集 都幾千萬 楊äm華的片集 都有幾千萬 一個過億的片集 兩個演員過億的片集 差不多 你10萬元 他要找多少人去控制 你還包含其他演員 導演 林基 天道 助理 燈光師 器材 場地 你從來都沒有包含 你覺得他讓你入場 他那麼笨 他要做多少份我才可以抽到幾千萬 我不如找個大水喉 動一動多幾千萬一條數 好過你十皮十皮的儲多少人 我要做多少事 所以其實就是 為什麼會有人相信呢 就是貪心 賺三到五倍 十萬元難聽說的那句 他的親戚朋友都可以 那什麼要找你呢 什麼公開招標呢 你只是親戚朋友 答上答就已經搞定了 然後大家去銀行借錢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 這個是真的 法官是說得對 當然啦 他虧錢 這個是可以做出來的 你 你每一種東西加大 有什麼問題呢 沒有人可以查到你的 你等一會說 可能 其實 很多時候 那些演員的片酬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高呢 未必的 實質落袋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呢 其實未必的 當然就是某些演員們 幫他吃了這個成本 就是叫虛的成本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互惠互利 一來可以幫電影公司賺錢 二來那個演員 吃了這條錢 那他日有人找他 再拍片的時候 他就可以說 我之前收了二千萬的 你要給我二千萬 可能其實是收幾百萬至一千萬 那我是不是可以 叫得到高很多 喂 是不是都打八折收 或者七折收錢的 那我越叫得到高 我是不是收得到越多呢 是真的 所以這個是互惠互利 那 而且 難聽些說 你片 有兩樣東西 那個 上映賺的票房有多少 很難查到 你大行 查到 大影院你反而可以查到 但是小的那些 你怎麼算 你很難算 你很難算 那 就算 啊 影院這裡 我算你 有本事 查完所有影院 我算你 算到那條數出來 但是你 其他東西 你可以加一些洗費 的嘛 喂 演員的飯盒呢 沒有單沒有句 你可以 你會不會每場 叫幾十次飯盒 你會不會每一次都寫單句 不會嘛 慶供呢 喂 可能十萬元慶供 我寫到五十萬 說 開了幾支酒 其實那幾支酒 自己帶回家都可以 嘛 所以其實這些 是很容易走數 一入不多的地方 一沒有單據的地方 就容易走數 反而你說 某些貿易公司 難走使用 因為它它的船旗 各方面 都堅持住 它很難 不是說完全不能走 所謂的 只是 去去去今年 去去去去去去年 不是去去去去去年 是去去去去去年 就很難說整個數字回想 owed тел 但這些電影公司 賊餐廳 啊 沒有單沒有句 是很容易被收數 這間茶餐廳有多大呢 能夠去到多少呢 你不會一個月過千萬的嘛 所以變相這些能夠走得越厲害的東西 變相你很難跟它玩 你明白嗎 你真是很難跟它玩 那法官不是沒有道理的 當然可能有些人會覺得法官很壞 其實法官可能是故意的 你要知道內地法和我們香港的普通法 即是內地是大陸法 和我們香港的普通法是不同的 香港那些就很看法官是什麼人 但是內地它是一條條法律 你找不到一條法律去說它或者告它呢 法官都幫不了你 你不要說內地那麼死吧 美國都是這樣的 你明白嗎 美國歐洲很多都是這樣的 都是行大陸法的嘛 他們都是這樣的 所以它現在想奪俄羅斯的錢 它是要立一條法律 怎樣合理去奪俄羅斯的錢 而不是就這樣開庭就可以 所以我覺得法官除了他關係到法律的問題之外 其實他這樣做都是一件好事 如果每次有人鬧 他都幫拖的話 那些人是不會醒覺的 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新聞就是 她媽媽 她的小朋友入了醫院長期住院 她媽媽又沒有時間 於是就給她手機去玩 給她自己的手機去玩 誰知道她的小朋友不停課金課金 不停扣她的戶口 結果她媽媽扣到沒有錢 當然她媽媽也不是一個叫做富二代 可能只是打工制 於是她就跑去那間遊戲公司哭著 要生要死的 於是那間遊戲公司就給錢去 你想想如果每次都是這樣的話 那些人就會覺得 只要我吵 我就不需要負責任 但是其實不對的 你是要教育那些人不要上當 你吵也沒有用 是你自己容易上當 給人家機會入位 所以我覺得法官是做得對的 不是說壞 因為你開了先例 以後那些人就會覺得自己沒有責任 沒有責任要警惕 所以法官反彈回去 那些人就會發覺 原來我真的被人騙了之後 是沒有人幫到我 那些錢就是流水的了 所以那些人就會 我要警惕了 以後有什麼投資 或者他要再妄爭一下 因為這個案件其實是 做得挺好的 即是說犯案是做得挺好的 它真的有合同的 而那間所謂的影業公司 是真實存在的 你不要理它真實存在的意義 它真是這條片的投資方 或者是製造方 是真實存在的 當然 是不是那間公司騙人 我又覺得不會 因為他能夠可以投資這麼大型 找得郭富城楊千萬 他都不會找你們這樣 但是下面的人會不會利用公司來做事呢 他會 他說有收到那些卡片 有收到公司居住的信 其實這些很容易做的 難聽這些說句 你去做個公司人隨時做到 喂 多少錢 做個公司人幾十元而已 做個信紙有多難呢 你只要做個信紙 sample 給一些印刷箱 你就可以用 或者你甚至懶 連整都不只在公司偷幾張信紙 我可以 印卡片 有卡片又怎樣呢 到處都會印的 所以 這個他是做得細緻的 但是那些人貪心 說真的賺三到五倍 好老實說 他可能真的賺三到五倍 但是會不會分別你 不會 你是什麼 你有背景嗎 你沒有背景 你可以去哪裡找他 找不到 當然 這件事爆發了 法官拒絕了他之後 就開始 公安 覺得 他有欺騙的詐 有詐騙的成份 公安接手 就不是因為他的問題 不是因為他控告而做 公安要剪滅這個 那就是政府做的事 等同賣假煙 你可能沒有人 不是假煙 可能賣水火煙 你可能沒有人去舉報 因為吃水火煙的人都不會舉報 我吃水火煙便宜很多 但是不代表海關不做事 海關要自己做事 現在也是 現在公安是自己做事 所以這個也彰顯到我們國家的法 當然 這個是可能新一點的 但是 在香港應該不會這麼 因為應該這麼說 不是香港沒有騙子 不是 是因為香港的市場小 因為你想想 在香港我們實在太多騙案 就算香港 你不要說香港這麼少人 都經常有騙案 那次我看樓下的通稿 都說 在荃灣區 不知道多少都被騙了多少錢 最多那個騙了42萬 香港這麼小的市場 都還有人 因為電影業來講 香港比較 可能太小 是很小的 傳訊的方法太方便了 所以 就難入手 但是內地人口多 你不用多 你 有一萬份之一 可能有十萬人有一個中 都和備 是不是 當然 當然 這個是 是因為 他講的 十萬元 入場 那些人覺得 十萬元玩一下都OK 賺三倍 但是你要想想 在香港 不是沒有人有十萬元 但是人口範圍小 你怎麼去抽呢 你除非說 一百萬 一百萬 那你人口小 我才可以 掠到大錢 反正 老實說 都犯法 那我為什麼 只是犯幾萬元呢 或者十幾萬 過百萬呢 你看 我們之前那個 什麼 虛擬貨幣都是 你看看那些人賺多少 可以賺到 買車買樓 可以賺到 在中環尖沙咀有office 那你覺得他賺多少 所以 難一點 以香港市場這麼小 你就是 每一個 十萬起步 其實很難賺到大錢 所以 香港不是做不到 不是他不想做 所以 大家 真的 小心一點 提防騙子 這個 世上 沒有那麼大隻 甲冷 除了街條 還有沒有那麼多 善心人 善心人 是會有 但是善心人 都不是蠢的 如果你沒有飯吃 他買一盒飯給你 他是善心 他給你股票號碼 你自己決定去買 這個 未必是善心 可能他只是無知 因為 他都可能聽人說這個會升 但是你自己去入場 在銀行那邊買 你不可以說別人騙你 他可能自己都睡了 都輸 但是問題 你要想 如果 有些人 他說你給錢 你真的不要相信 之前有一個朋友問過我一個專業的情況 他說有人善他 他說 他收 因為他現在是收現金的 有收其他PPS的 他家公司說有人善他 不如你做一些網上支付 例如Alipay WeChat Pay 或者是某些網上支付 叫他做這件事 然後他說 我們會收回 不知是 幾個Percent 的服務費 然後他說 他們 就會收到錢之後 兩天 兩至三天 就交給你 搞清楚 在收到錢之後 兩三天 才交給他 但是 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都問過 收錢的 是經哪裏 是經他公司 是經他公司 這個朋友 就問我意見 我朋友就問我意見 你覺得怎樣 我說 你當然不要相信 我說 他不是 他是一間普通公司 他不是 八達通 那些公司 他不是那一隻 我說正常 這些東西 你當然是經Bank 的了 如果他真的有本事的話 他其實是 可以拿Bank的 幫你拿Bank的 那為什麼要經他公司 他說 我說 到時 他捲走你的錢 不給你 又怎樣 你站在那裡 因為他只是一間 私人公司 他不是銀行的 推銷 不是 我說 這個很大機會是 詐騙 只是 因為你間公司 有些小銀馬 可能你沒有在意 但有些可能 生意額大 那他就可以捲錢走 你去哪裏找他 到時他說 那些錢是他自己的 那你怎樣 我說 更何況 你就算 申請LOOK卡 那些卡 即是那些叫什麼 Visa Master 那些 人家都是 第二天就可以付錢 他憑什麼 兩三天 那裏已經賺錢 賺不少 到時他真的說 不好意思 我收不到這些錢 那你怎樣 你吹他的帳 因為你的錢是去到公司 他到時說 你收不到 那怎麼辦 所以我叫他 不要相信 於是 我說 你情願 如果你害怕 我說 如果你想收這些網上支付 你難聽這些說句 反正你公司有手提 即有公司手提 你就開過Alipay 或者開過WeChat Pay 那裏入的錢 就全部都是公司的 我說 你可以這樣做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要想一想 其實很多人是做很多這些事情 為什麼會這麼多人 現在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 不想做 上班這麼辛苦 我在人家的袋子裡拿錢 也這樣說 現在人家的三觀是有些問題 想躺平 不想辛苦做事 但又想多錢 又想快錢 就走這些 他們已經是覺得 有種扭曲 就是說 每個人都是這樣做 或者 是他蠢而已 他不蠢 怎麼會被騙 有些這樣的 扭曲思想 以前很多人都怕 什麼 叫做什麼 業障 就是很害怕 暴刑 他們現在是不害怕的 他說 暴刑什麼 你看看那些人 就是 在變相 現在那些人很有趣 黑暴 你又不見那些人 那些人扔汽油彈 都是這樣 我說幾句髒話 罵警察 算什麼 就是 那些人是沒有一個 自我監測能力 人家這樣做 不代表我要這樣做 你是找一個更差的人去比 而他覺得自己好 這些是自欺欺人 希望 香港教育可以做好一點 如果不是真的 真是大領邏 你很難怪 有時候我覺得 你很難怪內地人 怎麼搶你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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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搶你的東西 是你自己不爭氣的 你能怪別人嗎 你不能怪別人 你難聽這些說句 你肯不肯扔時間去 不肯 你內地的人肯扔時間去讀書 肯去學肯去捱 你行不行 你不肯 你不肯 那怪別人 難聽這些說句 不是人家搶你的 人家都不用搶 你自己已經放棄了 那怪得誰 這個機會 已經放在你面前 你自己放棄 劈開它 難道 我還要餵你吃 你今年多少歲 我煮了一碟東西 你可能 基本上 你新的筷子 就可以夾到你吃 你都不肯 那關人什麼事 不關人事 希望 香港的年輕人 或者是市民 都真的檢討一下自己 究竟是人家搶你 還是你自己把客人趕走 把你的前途趕走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